欢迎每日一打 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好问题 第一个臭宝又问的是枝子花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 你收到枝子花 不论是谁没加的 你就正常晒太阳 如果是两广地区 现在就是光照很辣嘛 就人都扛不住的那种光照 你就适当的打一场遮阳网 明白了吗 它需要光照的 之后呢就浇水 你只要光照好 通风好 你呱呱浇水 呱呱失肥 浇了水能漏出去 没问题 OK 哈拉撕 如果没有大阳光 大水大肥 这个枝子花 很难 很难养好 明白吗 这位花友这个就是长时间的一个在屋里边 一个没什么光照 啊 现在有点闷 慢慢的它有点发腻 拉出去 拉出去 没事 花苞掉了再养 没问题 你先养活再说 平常多接点雨水 或者用繁肥水 像这吧 墨西哥铁树黄边 缺营养 缺肥料 这位花友 明白了吗 要该施肥的也要施肥的 你边上那个沙漠玫瑰也是一个道理啊 要该给肥料给肥料 这个铁树的话 没必要那么强的光照 这个沙漠玫瑰拉出去使劲晒 少浇水 这个铁树呢 你就没必要那么暴晒 摸一摸盆土干了再浇 用点肥料 可以换个大一点的喷了 下周我说半年长出来小叶子又掉 咋回事 桂花 敲光 我跟大伙说 桂花 就大阳光 大水大肥 你就照就完了 在山中地区都可以地栽的东西 很难把它冻死 我在河北之前地栽过一颗 虽然是小棉长得不好 后期呢 我们用上粪肥 它也长起来了 就是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又耐冷又耐热的 很多话就没什么光照 要么就是有光照了 不用肥料 舍不得浇水 那也不行 光照给足了 水肥跟上了 就长得好了 下个周我红栓叶子有斑 下面的老叶子有斑 是吧 剪掉它 剪掉它不就完了吗 你老是纠结那些干啥 你结婚了 你前男友 关键啥事 上面的长得好就行 剪掉可以 明白了吗 实际上的用点肥料 一般这种有斑都抵抗力差 就是营养不良嘛 下个周我说 海棠花是正常吗 正常 这晒的 别的没啥 它洗光 它是洗光的 你再懂 还有点缺水 有点暴晒 别的没啥 稍微再加强一点点水肥 就会长得更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观众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养花 这是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周我